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今天带着大家 画的是这种比较常见的紫红的颜色 那我们今天花头主要用到的颜色呢 是鼠红和太金蓝的颜色啊 来大家拿出这两个颜色 鼠红和太金蓝 找到一个干净的碟子 调整颜色的时候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说 你要选择一只大号的尖红毛笔 大号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大号尖红毛笔的话 你随机的选择一只笔封比较长的笔 都是可以的 好吧 那如果说同学们 如果你是零基础的同学 刚来到咱们课程当中 你不是特别清楚什么是尖红 什么是狼豪的话呢 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咱们的班主老师 让他给你讲解一下 好不好 这个毛笔的选择呢 其实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好 我们拿出一只大号的尖红毛笔 拿出来了之后 咱们先把笔战尸啊 所有调色的第一步 都要先把咱们的笔战尸 来同学们 战尸之后呢 首先我们先来调整一个 稍微偏淡一点点的紫色 你看紫色就是由红色和蓝色调和而成的 那么你的鼠红 你的太极蓝 往里稍微少加一点点 一定不要加的太多太多了啊 因为你的颜色一旦加多 那你可能就控制不住了 对吧 咱们一点一点的来调整 那你看我们调整的这个颜色呢 它其实属于一个紫色在偏红的状态 就就是这么一个 偏红一点的颜色呢 可能看起来会更加的漂亮一些啊 调整好了之后你看淡淡的紫色 然后刮一刮笔度上的水分 之后咱们再往笔尖上呢 可以稍微再来一点点的 偏浓一些的鼠红和太极蓝 来揉到笔尖 我是建议大家你可以稍微红一点 如果说同学们喜欢蓝色多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太极蓝的颜色 加的多一点都可以 千牛花变数了 千牛花没有变数啊 来你看我们的这个花头呢 我还是在课前给大家勾勒了一个小稿 我们带着大家先来了解一下它的结构 好不好 同学们能够看到吗 来看到我们画面当中啊 来大家可以看到 千牛花呢 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 它的花瓣其实是可以分为五个小瓣的 每个小瓣之间呢 有一个这样的啊 可能颜色上比较偏浅的这个色彩把它们给割断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个瓣之间都留一个 留个白都可以的 大家看到了吧 来我们看一看如何去用笔啊 如何在这个啊 花瓣当中去用笔 那我们今天画的这个花瓣呢 用笔的方法也叫做点读法啊 也叫做点读法 简单给大家写一下吧 好不好 因为点读法呢 画花瓣确实是用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在花头当中去用笔 用笔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笔风稍微偏测一些 对吧 你看画的时候 从上到下 你可以稍微回回笔 然后推笔往花瓣内侧去提笔 从外侧推笔往花瓣内侧去提笔 就这样的一个小的花瓣 因为这样的一个小花瓣呢 边缘处它是凹凸不整齐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两个笔处就能画出一个花瓣了 然后我们再来啊 你看我们围绕着这个花头去组合的时候呢 花瓣之间可以稍微割点痕迹 稍微割点痕迹对吧 来从外侧往内侧回笔 压笔往中间推笔 提起来水太多了 水太多了呢 可能是自己的水费没有把控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同学们 你在刚开始接触深圈纸张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有一个这个适应的过程的 对不对 来我们再来啊 同学们注意看 这一块呢 你不需要去动手画 你先看 咱们以理解为主 好吧 来我们继续去回笔 推笔再带进来 一般一个花瓣 两笔就可以了 五个花瓣围绕着中间的小花心 去给它画过来 那比如说 像右侧的这个花瓣 可能我们从外往内侧去推 大家觉得不是特别的顺手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从中间来笔尖冲向中间压到笔度这一笔来再来一笔 对吧 你看咱们的这个花头就给它画好了 这个就是上方的五个花瓣 像下方的这个花筒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我就直接用好咱们的中锋 来两笔 哎呀下来 就是它的一个小结构了 同学们 这个就是切牛花的一个用笔的方法 以及它的结构 来能够理解的同学呢 可以给彩宇老师回复一个理解了 好不好 这个陈同学说你的笔水太多了 花瓣有毛刺不好看 同学们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 在国画当中呢 有一些熨染的这个效果 其实也是会非常漂亮的 而且呢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咱们纸张的问题 还不理解 还不理解的同学 不着急 因为我们马上往画面当中去画的时候 我们再带着同学们 再来理解一下 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画面放到一旁 不正常 哎 同学们啊 没有听到颜色的同学呢 我在绘画 在调色的时候 再给大家说一遍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认真听了 好不好 来 我们的这个颜色 主要用到的是 鼠红和泰金的两个颜色啊 没有跟上 不着急 我们才开始 我们还没有开始画画 好不好 来我们用到的是鼠红和泰金蓝 这两个颜色 调色的第一步呢 我们是来用咱们的鼠红和泰金蓝调整一个淡淡的紫色 在咱们笔度这就可以了 咱们同学啊 一定要控好水分 点督法 点督法 有同学帮彩绿老师给咱们这个同学打一下点督法 好不好 需要先勾线吗 不需要先勾线的 刚刚勾线呢 是为了给大家去讲解一下结构的 好 调整好了之后呢 你我们可以稍微再往笔尖上调整一个偏 稍微偏浓一点点的这个鼠红 再加一点点的泰金蓝 揉到笔尖就可以了啊 揉到咱们的笔尖 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 好 揉到笔尖之后 来我们来看到咱们的这个花头啊 我们来看到最左侧的这个花头 它的位置在哪呢 在刚好在咱们竖中线 稍微往左一点点的位置 稍微往左一点点啊 对吧 然后距离横中线往上呢 可能是三到四个手指头就可以了 三到四个手指头 大家先找到位置啊 给大家点一下 给大家点一下 没有童黄怎么办 没有童黄的话 那可能待会儿画叶片的时候 大家可以 没有童黄的同学呢 你可以用墨色来尝试着画一下咱们的叶片 好吧 好 来我们开始画第一个花头啊 落笔的时候来注意了 落笔的时候呢 首先它的这个花瓣 我们说 我给大家拿个碟子演示一下啊 它的这个花头呢 它不是完全正面的 大家看到了吗 稍微有一点点偏 往上扬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说 你正面看到的这个花瓣呢 它会稍微平一点点 没有特别的宽 比较的窄 大家能够理解啊 来我们先把这个下方正面的 这个花瓣 我们用好中锋 给它带过来 来一笔 带过来 再往上稍微带一点点 这个是最正面的一个花瓣 我们简单的用中锋 给它带过来 带过来了之后呢 来我们继续去组合啊 最左侧的这个花瓣呢 从外往内 压笔 推笔 带到花瓣中间 我们说两个笔处 你基本上能画出一个小小的花瓣 对不对 两个笔处能画出一个小小的这个花瓣 来再来第二个花瓣的时候呢 同学们 我们说要稍微留点白了 对不对 留点白 来从外侧 咱们 哎 推笔 带进来 花瓣之间留点这个痕迹 一个笔处 再来一个笔处 推笔 带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单个这种分割开的一个小花瓣呢 有点像一个小爱心的结构 对吧 有点像一个小爱心的结构 好 再来我们继续去组合 其实我们在画这个牵牛花的时候 它的一个技法上啊 是非常非常多的 今天给大家拓展的呢 只是其中一种 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像转笔的方法呀 对吧 还有那种切笔带下来的方法 去画牵牛花的也非常多 包括我们的这个白色的痕迹 可能我们在用其他技法绘画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白色 白色的这个痕迹呢 会被盖住 那个时候呢 你可以用太白色 再去给它表现出来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是咱们的第一个花头 就是花瓣上方的这个结构 底部的花头呢 我们可以一会儿 等所有的花头画完了之后 我们再往上去添加 好吧 来同学们 你们第一个花头 觉得自己画的怎么样呀 有没有什么问题 觉得说你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遇到比较难的 都可以说一说啊 采律老师呢 稍微等待大家一小会儿 同时呢 也为大家去解答一下 咱们的这个疑问 好不好 有个人说 颜色调不出来 对不对 颜色调不出来的同学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 颜色呢 主要是鼠红和太极男 当然 其实你调的颜色 跟我的颜色 有一些这个不同 这个都可以 同学们 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 画的是哪一朵呀 这个最左侧的这一朵 好吧 花瓣的颜色不均匀 同学们 我觉得你在绘画的时候呢 花瓣的颜色不需要均匀 需要的就是有它的那种层次感啊 需要的就是有层次感 笔度是太极男还是鼠红呀 是太极男和鼠红 柔和到一块的颜色 好 这个是最左侧的了啊 同学们 来往右侧来第二朵了 你看从左往右的第二朵 大家可以看到对吧 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个知识点了 同学们 我们说两个花头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高低错落和遮挡的关系啊 高低错落和遮挡的关系 来大概就在这儿 比它呢低 比它低对吧 而且呢离得特别近 是一个偏正面的花瓣 来我们用刚刚同样的方法去给它绘画啊 有点音的同学们 你首先要把咱们笔度上的这个水分 你给它控制好 你可以拿一张 拿一个试笔纸对吧 你把笔度上 笔度在哪 笔度在中间这儿 给它去压一压 把这个笔度上的水分呢 给它吸掉一点 来咱们淡淡的这个鼠红加太极男的 颜色揉到咱们笔度往上的位置 其实你的笔度上的颜色呢 可以调整的淡一点点 笔尖上的颜色呢 可以稍微重一点点啊 不用特别重 你笔尖上用一个鼠红 或者是用一个鼠红 稍微加点太极男都可以 其实我是觉得 同学们 你们再去调整颜色的时候呢 与彩玉老师有所不同 而且呢有一定的变化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这样呢 其实你的画面当中 才会说显得更加的丰富 大家能大胆的尝试去画就可以 调色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在里面的 调整了紫色 就是紫色呀 同学 这个历日风和同学 来咱们继续去入笔了 首先呢 我们可以把底部的这个花板 也是稍微偏正面一点点的 咱们给它用好中锋 来表现出来 压笔 提笔过来 对不对 好 然后再从下网上继续去添加 来你看 两个笔触带进来 其实我们说 你在学习绘画的时候 对吧 像比如说 咱们今天的这个花头 可能好几个人说 觉得把它的结构 用笔还是理的 不是特别的清楚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咱们今天体验课程 对吧 没有办法说 可以给大家把结构讲清楚 但是呢 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就没有办法说 把花头各个角度 都给大家 就是单独拎出来去 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对吧 但我们在系统课程当中 它的一个学习和授课的方式 是略有不同的 我们是怎么给大家讲的呢 我们是把花瓣 它的一个政策 演养背 不同的角度 给大家去讲解到的 大家想一想 政策演养背 我不同方向 不同角度 都能够掌握好 都能够理解到 都能够画出来 那你在往你的画面当中 对吧 稍有变化 这个都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了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说 咱们在这个 正式课程当中呢 首先是拿着一个课图稿 就像刚刚 采日老师这样的一个 课图稿 我这个是简易的课图稿啊 当然 系统课程当中的课图稿呢 会更加更加的 丰富一些 那你看 更加丰富 更加丰富的一个课图稿 再加上 老师们 一个小时的时间 带着大家 去把这些结构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没有任何一个同学 他是听不懂的 所以大家呢 完全放心 好吧 来 这个是前面的两个花头 同学们 前面的两个花头 画完了 画完了吗 那我们再来看到 右上方哦 右上方的这个花头 你看三个花头 同学们考一考大家啊 三个花头 我们在绘画 在组合的时候 你们觉得 要注意什么问题呀 大家想一想 三个花头 在组合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问题 亚比的动作 能慢点吗 可以的 好吧 来你看 我们在组合的时候呢 三个花头 对要注意 疏密的对比关系 高低错落的关系 说的非常非常的对暗 所以你看 这两个花头 它离得特别近了 对吧 那么 另一个花头 咱们稍微隔它远一点点 稍微隔得远一点点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 也要比它高一点 对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非常好 来找到位置了吗 找到了之后 咱们继续来调整一下颜色啊 对 同学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你看 我们在国画学习的时候呢 学的是什么 不是说你跟着老师们 我一比一画 能够画出来就可以了 而是你要在这个课程当中 学到一定的画理画论的知识 咱得知道说 为什么我的画面组合 要这样去组合 为什么我的画面构图 要这样去构图 对吧 这些呢 其实大家所说的高低错落呀 疏密的对比关系呀 其实都是非常 也相对来说呢 也是比较基础的 那我们在系统课程当中 你掌握的画理画论的知识 要点构图的技法 肯定会更多一些的 因为我们在系统课程当中呢 这个画呀 它的画面是特别大的啊 是特别大的 那肯定跟这个小画 它又不太一样 来我们找到位置之后呢 我们还是先把 最前面的两个 这个正面的花板 正式的花板 给它画出来 来 注意咱们的中锋用笔 一个半压下来 另外一个半 咱们推上去 推上去了 对吧 然后咱们来继续啊 你看笔尖上 如果你觉得这颜色 大家都是偏红的 对不对 那我可以笔尖上的属红 再加太金蓝的颜色呢 我把这个蓝色调的多一点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蓝色多一点之后呢 它又是一个 不太一样的状态了 来 左右两侧 你去画的时候 来同学们 我慢一点点啊 你看 压笔 推笔 提笔 再带过来 对吧 好 第二个花瓣 来稍微搁点缝隙 压笔 咱们推笔 再给它 带进来 两个笔触 两个花瓣 其实你的笔触呢 就是你的花瓣 好 同学们 那另外一个 大家想一想 你看咱们今天画的这个 喇叭花啊 你们觉得 跟喇叭花特别相似的花瓣 这个花朵 还有哪些呀 像带花筒的是特别多的 大家思考一下 你们在生活当中 或者说你画过 你见过一些花头 什么花头 它也是带花筒的 对吧 而且呢 跟咱们今天画的这个牵牛花 特别相像的 百合花对吧 灵霄花 对 非常非常的好 灵霄花 还有呢 想一想 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 水仙花 它其实也是带有花筒的 虽然说 稍微小一点 但是呢 它们在结构上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啊 大家说的最多的 还是灵霄花 对不对 那其实 这个灵霄花呢 与牵牛花 非常非常的相像 一个是因为 它们的颜色 都是比较的偏 这个鲜艳一些的颜色 对吧 那像鲜艳一些的 颜色比较重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像今天 用画鲜牛花 同样的一个点读法 来表现 来描绘 好 同学说 问到底是什么花 同学问 咱们今天画的是一个鲜牛花啊 给大家拓展一下呢 就是灵霄花 也可以用点读法的方法 去表现 去描绘的 来 咱们把花筒 去给它添加上啊 用好咱们的中锋 颜色 稍微偏淡 一点点 左边的这个花筒呢 咱们稍微倾斜一些 来 用好中锋 压笔 带下来 你看 成一个倒八字状的结构 就可以了 好 底部这儿 你看这个就偏正面 咱们也是用好中锋 压笔 带下来 颜色稍微偏浅 一点点 好 来 右侧的这个 咱们继续啊 花筒 咱给它 带下来 带下来之后呢 咱们的三个花头 就简单的 花完了 朋友们 你们把这个 三个盛开的花瓣 画完了的 可以简单的 给采玉老师 回复一个 画完了 好不好 吸眼笔 千秋花好听 对的 对的啊 对吧 那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水仙花啊 也是与这个 千秋花 特别相似的 那么像水仙花呢 它是一个白色的 大家想一想 白色的花头 我怎么去表现呀 白色的 我也要用 我是没有办法 用颜色去表现的 对不对 那其实呢 白色的 我们可以用 勾线的方法 来描绘 对吧 你比如说 跟你比如说 这个白色的 玉兰花啊 白色的核花啊 等等的 我们也可以用 勾线的方法 去表现 所以说呢 有的花会 它可能更加重视色彩的一个表达 有的花会呢 它可能会重视一个线条的运用 那么这些丰富的技法呀 包括丰富的这些花会 我们在花鸟专项课程当中 都会带着同学们去学到的 大家想不想学呀 想学的话呢 可以给彩虞老师回复一个想字 好不好 好 好 这个是三个花头 画完了之后 来 咱们继续调整颜色啊 笔尖上的 鼠红和太金兰 揉的可以稍微偏重一点点 因为底部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花包 咱们简单的给它添加过来 来 包括大家课前特别喜欢的那个牡丹花 那都是绝对会 必须要带着大家去画的这些花会啊 特别具有代表性的 对不对 来 咱们往下去加一加小花包 小花包呢 咱们就直接中锋去用笔就可以了 用好咱们的中锋 来 压笔提笔 这么一个笔触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小花包的画法 非常的简单啊 咱们小花包在组合的时候呢 也是要高低错落一些 比如说你在组合的时候 对吧 如果你左边是两个 那咱们右边就是一个了啊 就不能说左边两个 我右边再两个 那么呢 就太过于平均了啊 平均了 来 右侧这儿 还有两个稍微偏长一点点的小花包 一高一低 一前以后 咱们用好中锋 压笔带下来 好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花头和小花包 画完了之后呢 咱们往里给它点一点它的这个花蕊 花蕊呢 呃 我们今天给它会点到两种颜色啊 首先呢 大家可以选择一只 呃 小红毛的构线笔或者是小号尖号都可以调整一个浓墨色在笔尖 调整一个浓墨色在笔尖 咱们直接点在盛开的花朵中心的位置 还有三个不着急 那个我们先把藤蔓画完了 再去给它添加 来点在花朵的中心 右侧这儿 哎 点过来 你看 一个小点 点完了之后呢 再来拿出咱们藤黄的颜色 我们往这个黑色的这个墨色的小花心旁边呢 再给它稍微加点铜黄 点点其他的小花蕊 这样呢 会显得说咱们的这个花头 它看起来更加的生动一些 中间的白凤叶脉怎么花出来的 呃 你说的是这个花瓣之间的缝隙吗 这个是咱们留出来的啊 花心是一个墨色 然后再来拿出一个这个铜黄的颜色 不要有水分 就特别特别粘稠的铜黄 咱们就直接围绕着这个墨色的花蕊 给它添加上那么一些 你看 对吧 三到四个小花蕊给它带过来就可以了 好 咱们再来往下方这 哎 你看 就这么简单的就能给它点过来了啊 有同学说再画一次花头 对不对 没有看到的同学呢 一会我们有时间的画 好不好 再给大家去画一下 好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牵牛花的花头 咱们就画完了 同学们 牵牛花的花头画的怎么样了呀 往下呢 咱们就要来开始画叶片了啊 来咱们今天的这个叶片呢 财迪老师也是课前给大家勾勒了一个小稿 带着大家来理解一下咱们长状三列的一个结构特征 同时呢 你们可以在长状三列结构特征上去延伸长状五列的一个结构特征啊 来完了的同学没关系 你现在先跟着我学一下叶片好不好 来我就把这个稍微遮住一下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叶片 你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叶片呢 它是一个长状三列的结构 中间的这个笔触要稍微长一点点 两侧的笔触呢 要稍微短一些 那么我们调整颜色的时候呢 同学们你们选择藤黄花青再加褶石的颜色 藤黄花青和褶石是不是用半身手会更好呢 同学们我是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深圈 可能你刚开始接触深圈的时候 你觉得说这个深圈有点阴水不太好控制 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 你一定要走这一步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一开始不用深圈 你不去控制它的这个水分的话呢 你可能会对半身手产生依赖性 那么半身手画出来的效果 它可能是没有深圈 会没有深圈好一点点啊 来选择笔的话呢 大家选择一只大号的尖号毛笔 咱们调整颜色的方法呢 并不复杂 来咱们的铜黄和花青 大家不用想太多 我随机的 你看我随机的往里去调整去添加 先来调整一个中等的这个铜黄和花青的颜色啊 调整一个中等的铜黄和花青 调整到哪呢 调整到咱们大约是笔度往上的位置啊 笔度往上的位置 对吧 深圈只当它再阴再不好控制 我都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克服 慢慢的慢慢的你熟练了 你习惯了 你就能够画好了 你就不能说去逃避这个问题 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啊 好 你看我们先来调整一个稍微偏嫩绿一点的这个颜色 对吧 调整好了之后呢 来控好咱们的水分 往笔尖上去揉一个偏重的花青 揉到咱们的笔尖 来揉到咱们笔尖了 对吧 揉好了之后呢 你看它这样就会有到一个色彩的变化关系啊 来大家看一看 没有看到这个花对吧 不着急 我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叶片啊 来大家注意看我的一个叶片的用笔方法 对吧 你大家能对应着这个双钩的 来理解 首先我们先画中间的这个笔处 好不好 中间的这个笔处 笔封一定要稍微偏测一点点啊 来稍微回回笔 然后再推笔下来 慢慢的由粗 然后到细 怎么由粗到细的呀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我在画的时候 宽的地方我的笔处是按下去的 细的地方我的笔处是提起来的 大家能够理解吗 对吧 是一个由按到提的过程才能画出叶片 宽窄的变化 这个是中间的啊 中间最大的一个笔处 来看到左右两个小笔处了 我从这儿起笔的位置 往左去一点点 稍微回笔 来压笔再推笔 提笔带过来 这是左侧的 右侧的 咱们继续用同样的方法 来稍微回笔推笔 再压笔提笔 带过来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一个掌状三列的结构 这就是一个掌状三列的结构 中间长两侧宽 但其实同学们 你们对于这个叶片笔处的掌握呢 这个是需要一定练习的 就不是说 我不是说咱们第一 第一节课 第一次学 就能把叶片画的 画的这个特别好 可能会有一些叶片 宽展变化上的一个处理呢 不到位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来同学们 咱们这个叶片 大家能够理解吗 能够理解的话呢 给蔡玉老师回复一个数字 二好不好 下面我们就往画面当中去添加 来我们往画面 当中去添加的话呢 要从最中间最大的这个叶片 开始去落笔啊 调整颜色的话呢 还是用这个刚刚的方法 同学们一笔画不出来 对不对 一笔画不出来的同学 你可以两笔 但是我建议大家 两笔就可以了 不要画太多笔处 尽量是一笔给它控制到位 其实我们说 你想要说把长状三列呀 长状五列的结构 去给它画好 尤其是它的这个笔处 它呢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练习的 怎么练习 我们在课程当中 主要是学的方法和技巧 那么在课后呢 是会给到大家一个 这个练习的一个过程的 所以我们也是会在系统课程当中呢 为大家提供高清回放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 课后更好地去巩固 去练习 把咱们的知识点呢 学得更加的扎实和牢固啊 来大家找到位置 位置就在咱们的树中线 往左去 大约是三到四个手指头的位置 三到四个手指头 对不对 突然说 觉得采远老师讲得很详细 不可能学不会的 对不对 是的啊 其实我们在正式课程当中呢 老师们会讲得更加的详细一点的 这个因为我们正式课程当中的时间呢 首先它是会更长一些的 大家呢理解起来会更加的清楚 明白一点的 对不对 来这个是第一个笔触 左右两边 来左右两边稍微回笔 你看从同一个出笔的方向 你往左稍微倾斜一点点 这个长状三类的叶片 大家不要把它画得太窄了啊 如果说你一笔一笔画不好 来咱们再来一笔 压笔推过来 两笔可以把它画得更加的饱满一些 就是用笔的方法 你的笔触的多少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只要说你把它的结构把握到位 色彩的一个浓淡层次的感觉 能够调整出来 这个就是最好的 就大家为什么说觉得我们的课程非常非常的好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大鹏的课程是专门为咱们零基础的小白同学所开设的啊 咱们其实正式课程当中的学员呢 基本上有90%以上 他在来到课程当中之前 他都是零基础的小白同学啊 我们是专门为零基础小白同学所开设的课程 因为我们在大家在来到课程当中 第一步不是说带着大家去画青牛花啊 去画木丹花这种特别复杂的画会 而是说先带着大家学习梅兰竹菊 练习基础的 包括咱们用笔空笔的这个能力啊 调色呀 调墨呀 等等的 先把基础打得扎实 打得牢固了之后 再开始来到花鸟山水以及人物当中去学习 当然你们喜欢花鸟山水 人物你们喜欢哪个科目呀 采薛老师可能是会更喜欢花鸟一些 好这个是第一个页片 然后咱们再来第二个页片对吧 下方的几个页片呢 其实在颜色上还是比较相似的 来咱们再来调整颜色啊 花青和铜黄 你看我们还是把这个基础的颜色调整好 调整好了之后呢 再往笔尖上去加上一点点的这个花青柔道笔尖啊 你看笔度上是浅的 咱们这个笔尖上就要加重色了 对不对 来今天学会了 学会了调色的方法 运笔的技巧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同学们 在看到大家有收获的时候 我们作为老师们心里边是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 就觉得说我们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可以带给大家知识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来我们在这个页片中间的位置开始去添加一个页片 大家在添加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小一点点不要太大了啊 包括你在组合的时候也要有一个方向上的变化 咱们先画把这个画完了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叶片组合的小技巧好不好 来用好咱们的这个笔尖压笔推笔 咱们带下来稍微小一点点对吧 左右两侧咱们继续 来往左压笔 咱们再推笔 哎带过来 右侧这 对吧 你看这两个叶片咱们就画完了 用鹅黄和台积南代替了花青和藤黄 可以的 来同位们 这个地方画完了 采绿老师简单的给大家去总结一下我们叶片组合的一个这个小方法 小技巧 大家注意听好不好 这一块呢 我是建议大家你先把这个小知识点学会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我也是给大家去写一下啊 来同位们 我们在画千牛花的时候呢 首先画叶片的时候啊 我们要注意到的问题 第一个 大家注意了啊 我们要有一个疏密的对比关系 经常就是会给大家去讲到疏密的对比关系 对吧 疏密的对比关系 然后呢 大家想一想 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大小上的一个对比关系啊 大小上的对比关系 还要有这个色彩浓淡层次的变化 有的稍微重一点 像小一点的叶片呢 我们就可以画的稍微淡一点点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一个方向上和角度上的变化 好 这个是几个比较基础的知识要点 这个是我们在叶片组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比较基础的 可能你在这个基础上方 你书字写错了吗 书字写错了吗 书字没有写错啊 来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去拓展 包括大家说的高低错落的关系呀 对不对 这些大家都可以学到的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小技巧学会 今天你在课程当中可以用 以后你学到其他的叶片 都是可以用的 好不好 如果大家记住了 可以把它发到咱们单目当中 好 那我们继续就用这个小技巧 小方法 咱们继续去添加 来继续再往右的一个叶片呢 它也是一个偏花青色 会多一点点的 因为这三个叶片 它聚拢在一块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啊 它聚拢在一块的时候呢 整个颜色上 它是会比较重一点的 其实也意味着这三个叶片呢 它可能会偏老一点点了 来在这啊 来咱们往右去倾斜 稍微回避 你看其实我们在绘画的时候 不可能说一次性就把这个叶片带大家去 就不能说一次性我画一个叶片就能画好 我们都是在画案例的过程当中 不停的去复习咱们的技法 不停的去巩固咱们知识要点的 对不对 来压笔带上来 好 这个是三个比较大的叶片 咱们就画完了 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添加一些小的叶片 颜色呢 可以稍微偏淡一点点 来调整颜色啊 你看我们现在要把颜色偏淡 咱们怎么办 直接在这个基础颜色的里边 加一点点的水分 同学们 加一点点的水分 它的颜色就变淡了 对吧 变淡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往咱们的笔尖上调整一个 折湿的颜色 揉到笔尖 这样呢 你看色彩的一个变化和倾向上 会更加的漂亮和明确一些 咱们的这个景星同学说 手太抖了 对不对 没关系 你刚开始绘画 刚开始握毛笔 肯定都是会比较抖的啊 你在咱们这个系统课程当中 入门入门快 老师会给大家很多 空笔握笔的小技巧的 来 左边这有一个叶片 往左去倾斜 喇叭花和林小花好像呀 对的 来 压笔 推笔 咱们带下去 对吧 你看 用同样的方法去画就可以了 大胆去落笔 那其实同学们 你们在生活当中 除了见到这种长壮三裂的叶片之外 你们还经常见到什么叶片呀 大胆的说一说好不好 大胆的给咱们分享分享 你在生活当中 还见到过哪些 不同形状的叶片呀 对不对 来 在左边这还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的 咱们直接带过来 就带过来了 好 这个就是咱们画面当中的一个叶片 咱们就画完了 突然说 有这个枫叶 有这个五叶的柳叶型的 对面说的都非常好啊 像这个柳叶型的呢 它属于披针型的叶片 长状五叶的 是属于这种葡萄类型 它就属于长状五叶的结构 对吧 包括枫叶 其实它也是属于一个长状五叶的结构特征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月季花 灵霄花的叶片 它是属于那种与状对身的结构的 对吧 非常非常的多 像还有香蕊 包括有的牵牛花 它是那种像这样的一个小爱心 新型的叶片 像牡丹花 它是什么叶片 大家听说过吗 它是一个三叉九顶的结构 所以大家会发现叶片 单单一个叶片 它都有这么这么多的分类 对不对 那这些分类 这些不同的叶片 大家想不想去都去学会呀 大家如果说 你想要去把这些叶片都学会的同学呢 你可以简单的给采运老师回复一个想字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习国花对吧 一定要说去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叶片 咱们都去给它画一画 学一学 把其中的这些重要的知识要点 我给它学会了 那么我掌握好了之后呢 我在生活当中 像春天我要去写生 我去画一画这些其他的花卉 我一看那个叶片 我就知道它是什么特点 我就知道它怎么画 那肯定会画出来更加的生动一些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把具有代表性的这些叶片 都去给它学好 在哪儿学呢 就在咱们花鸟专项课程当中 老师们会带大家去学的 好 下面咱们要来画叶麦了啊 同学们 咱们今天叶麦呢 大家可以选择一只小号的尖毫毛笔 调整墨色的话呢 调整一个中等的墨色就可以了 一定一定要控制好水分啊 来调整一个中等的墨色 上面的小叶是褶石花青吗 我们是在这个绿色前方 加了一点点褶石的颜色 来我们来画叶片 同学们注意看了啊 画这个叶麦的时候呢 首先我还是先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咱们叶麦的一个小的一个技巧 大家注意听啊 咱们叶麦小技巧呢 就是你先把这三个主麦画出来 好不好 大家看 你先把这个主麦画出来 画出来了之后呢 再往左右两侧去添加它的辅麦 那么辅麦我们再去添加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小口诀 给大家说一下啊 小口诀 小口诀记住了 上长下短 上松下紧 大家你看 它上面的是不是要长一些 下面的要短一些 对不对 上长下短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上松下紧 就是你看上面的跟上面的这个辅麦 要稍微宽松一点 越到下面 它与主麦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紧了 越来越紧了 对吧 所以说你看 上长下短 上松下紧 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画叶麦的一个口诀啊 上长下短 上松下紧 好吧 那我们往画面当中去添加一下 大家记住了 咱们这个小口诀了吗 记住了 我们就往画面当中去看啊 来 来 咱们先把这个主麦画出来 用好咱们的中锋 有点弧度 有一个由粗 倒戏的变化 这个是主麦 咱们再来 把左右两侧的主麦再加过来 看到了吧 加过来了之后 咱们就去加辅麦了 辅麦的小技巧 上长下短 上松下紧 来 咱们试一试啊 来 在这个主麦的上方 亚比往两侧 同样的用好中锋 咱们带下来 一开始呢 你画的拘谨一点都没有关系 你慢慢的画的熟练了之后 你再去给它放松一些都可以 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呢 我们再画这个叶麦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可以 先画的严谨一些 先把它的结构 先把它画得更加的合理 好 其他的呢 基本上也是同样的一个画法啊 突然说觉得今天拓展的内容很多 对吧 今天拓展的内容呢 其实在咱们正式 与咱们正式课程相比呢 就只能说 只能说是其中一点点 一点点了啊 其中一点点 那如果说大家喜欢咱们的课程 想要更好的去学习 咱们中国话的话呢 可以来到咱们系统课程当中 包括今天彩玉老师 也是给大家带来了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福利啊 就除了为大家赠送到了一个 价值八千元免费的课程之外呢 还有彩玉老师价值千元的专属礼包 以及超大额的智学金 可以直接去抵扣这个学费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去领取这个名额 那么而且今天呢 还特别为大家加赠了一个 中国话中国节的甜点课程 这个中国话中国节 就是说我们用中国话的方式 去描绘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 特别传统的节日 包括像咱们的春节呀 元宵节呀 像这些中秋节呀等等的 我们都会去学到的 这些呢 这么好的一个课程 其实也是今天特地为大家去申请到的 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刚柔相继吗 可以这么说 我们在画线条的时候呢 经常会用到许多的一个书法线的用笔 书法线的用笔呢 就能够体现出我们用线的一个转折变化关系 顿挫关系 以及大家所说的刚柔并济的那个状态 大家其实理解的非常好啊 好这个是咱们夜脉的一个画法 来图外们夜脉画完了吗 再往下呢我们可以选择还是一只小号 或者说你选择一只中号的煎号毛笔都可以 我们把它的藤蔓画一画啊 来咱们调整颜色的话呢 注意看 咱们调整颜色的话呢 来我用一个花青和藤黄 或者说你自己叠子里边剩下的这个绿色都可以 我先把它调整到比度 勾叶脉是要粗还是要细啊 我建议同学们你勾叶脉 根据你叶片的一个大小来确定啊 根据你叶片的大小来确定 如果你的叶片是比较大的 那么你的叶脉就可能要稍微粗一点点 如果你的这个叶片比较小 那你就要勾的稍微细一点 这样才会更加的合理 对不对 大家同学说 老师讲的这么仔细 想学不好都难 对的 咱们其实给大家上课的目的 不管是体验课 还是咱们正式课程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听懂 对吧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系统课程当中 为大家 为大家就是做到两个小时的一个直播时间 包括咱们课后的回放呀 以及课图稿的这些 制作呀 包括咱们课堂笔记的一个发放 平时免费资料的发放 目的就只有一个 同学们 就是为了大家 我们在课程当中 能够学得更好 能够学得更多 更精 而且进步 能够更快 来我们调整好这个基础的绿色 你笛子里边有这个绿色 你就直接用就可以了啊 调整好了之后呢 咱们控好水分 往咱们的笔尖上呢 去加上一个墨色 揉到笔尖上 揉到多少呢 来揉到咱们笔尖 大概是前方一点点的位置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看就前方一点点 来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刚开始画藤外 或者是画这个枝干的同学 咱们的一个水分 都一定一定要控制好 哪怕是你稍微偏干一点点都可以 来我先把画面缩小一点啊 同学们 先把画面缩小 来我们画藤外的时候来注意了啊 首先画藤外先找到 它的一个主藤外 好吧 主藤外就是中间最粗的这么一条 你看从左侧延伸出来 然后再压笔 先用咱们的手指头 来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 你先用自己的手指头 把这个主脉 它的一个整体的走势 对吧 稍微给它滑动一下 一会儿你再去画的时候 才能够做到干净利落 而且速度快 线条流畅啊 来你看 这出来压笔 哎有点弧度 在这儿 然后延伸过来 大家看到了吧 来咱们去画一画啊 画的时候呢 咱们是中锋出笔 带过来 压笔 然后转笔 咱们带下来 在这儿 对吧 干净利落 来然后到了这儿 你看看顺着这个叶片 咱们继续去延伸 如果你笔件上的墨色没有了 即使去添加 来延伸到了这儿 这个下方 提笔上来 收笔 你看 咱们藤味 你再去画的时候呢 底部这儿 收笔的线条 一定要细 画出它的这个藤味 有一点点随风去飘动的感觉 大家去想一想 随风飘动的感觉 是什么样子的呀 特别的流畅 特别特别的轻盈的 对不对 来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主脉 我们说 你把主脉画好了 你再去添加咱们的辅脉 其实呢 就会比较的简单了 你直接在主脉上方 你去延伸 线条上呢 其实画法一样的 你可以稍微细一点点 就可以了 对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藤外的一个用线方法 是不是 跟咱们的这个支干 它又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支干的话呢 它的一个转折变化关系 可能会更多一点点 而咱们藤外呢 它不是 它是什么呢 它是线条上 会更加的流畅 有力 弧度的一个变化呢 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 而且你看 我们如果说你是一开始 刚开始接触咱们中国话的同学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在画同万的时候 对于线条的这个空笔的能力 可能掌握的不是特别好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来同万吧 有没有 你在画同万的时候 觉得说 这个笔有点不听自己的使唤 就是你可能想要让他画粗一点 他就是要给你画 画这个细了 对不对 你想要让他画细一点的时候呢 你发现 他就是要给你画粗一点 对不对 有这样的同学 是吧 就是为什么说 大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一个是因为 我们平时 对于这个毛笔的掌控呢 不是特别的到位 像你平时毛笔用的不多 那你当然对它的一个 控笔能力的把握上呢 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强 就会造成说 你自己在去用毛笔的时候 他呢会有点不听使唤的感觉 这个是其一 那再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对于线条的练习啊 包括控笔能力 这些呢都是有方法的 同学们 都是有方法的 你比如说 想要把这个同万线条画好的话呢 我觉得同学们 你们可以去画这个练一练书法 因为古人常说书画同源 对吧 大家这个 这句话应该是经常听到 不陌生的啊 书画同源就是说呢 书法当中的一些用笔的方法 在咱们国画当中 它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也是非常实用的 所以说上大家可以去练一练 咱们的书法 你比如说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去申请到了 一个研塔 研塔圣教续的凯书课程 是直接 只要大家报名 就会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所以希望呢 大家能够抓住 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吧 今天给大家赠送到的福利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了 非常非常多 用两个非常来形容 我们会给大家赠送到 价值六千元的 不是六千元 总共是八千元的一个 免费的课程 还有采悦老师 价值千元的一个专属豪礼 同时呢 依旧有超大额的一个助学金 给大家去减免和这个学费的 所以说呢 这个名额特别有限 仅限今天采悦老师课后 两小时以内的 22个同学 22个同学 那今天呢 也是采悦老师 给大家特别申请到了一个 中国化中国节的甜点课程 这个也是我们在 刚刚给大家所说的 这个福利的基础上 又给大家去申请到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个想法 喜欢的同学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去找到咱们的班军老师 只有22个名额 多一个都没有的啊 同学们 来在往下的时候呢 咱们还有一个什么没有画呀 咱们的鳄片还没有画 对不对 咱们的这个花鳄呢 主要用到的是 藤黄和花青这两个颜色 然后你觉得这两个颜色 不是特别的纯稳的话 那我们可以往里 稍微加一点点的 珠标的颜色 珠标的颜色啊 来调整好了 咱们来看到 这个鳄片 它怎么去画的 来给大家稍微放大一些 咱们看一看 这个鳄片是怎么画的啊 咱们是用到了中方 从底部往上去 来压比提比 对吧 它是呈现了一个 到八字的结构 压比提比 你画到两个 你画到三个都可以 两到三个都可以啊 你看小花苞它也有 当然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 疏密的对比关系 好吧 来压比 咱们提比 提上去 老师用了什么颜色呀 我用的就是咱们的 这个绿色 大家看到了吧 藤环花青 稍微加一点点的指示 来这儿有一点 遮断关系 稍微加一点点 就可以了 来包括这两个小花苞 加过来 你加完了之后 刚刚有同学说了 对不对 我们还有三个小花苞 没有画 因为我们要等这个藤范 画上了之后 咱们再去添加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先把它的花 先给它画出来 一会儿再把它的小花苞 给它点出来 就可以了 好 点出来了 对吧 点出来了之后呢 咱们再来 把这个小花苞 用一个 鼠红和 太极男的颜色啊 还是鼠红和太极男 咱们直接给它 用好中锋 压笔 带过来就可以了 来你看 从上往下 压笔 提笔 压笔 提笔 这来一个 方向上 稍有不同 对吧 那其实我们说 你的这个同万画 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往上去 点上一些 小台点啊 这些都是会让你的画面 更加丰富一点的 点小台点的时候呢 可以是用到咱们 一个浓墨色 简单的 三三两两的 点上一些就可以了 不用点的特别多 其实我们说 一说到这个台点啊 一说到这个台点 在我们的花鸟当中 画质干 用到特别多 在咱们山水画当中 这个台点 那它就是 更是缺一不可啊 这个小台点 在山水画当中 用的更多 不管是它去点 这个树的 这个质干上方 还是去点在 咱们石块的上方 表现体积呀 以及山体的上方 表现一些小树呀 等等的 用的都特别特别多 所以其实 大家会发现 技法当中 不管是花鸟 还是山水 还是咱们的人物 它都是有一定的 这个联系 在里面的 对吧 技法之间有联系 说明我们学习 它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觉得国画 就是这样啊 对吧 大可 这个小可 花间情致 就像咱们今天 画的这个 一幅小小的 千牛花一样 但是呢 大可 大又可 气壮山河 又可以去表现 这个山川和河流 是特别有气魄的 一件事情 来 这个就是咱们 今天的一个 千牛花的 一个画法了 大家画完了吗 花鸟画也要用台点 是的 花鸟画也要用台点的 如果说这个千牛花 咱们今天这个画面 画完了的同学 可以给彩玉老师 回复一个完成 好不好 想要把这个勾线图 拿出来看一下 好的 好的 大家先把这个截图啊 然后截图好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有一个二维码 可以去扫描二维码 提交作业免费获取 专业的作业之道 好不好 然后我觉得同学们 你们完成了的同学 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觉得我们今天 在咱们的课程当中 你学到了什么样子的内容 你可以把你今天学到的内容 发到咱们的弹幕当中 我们来看一看 咱们今天到底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 收获了多少知识要点 好吧 来 截好了吗 给大家稍微截一下 这个 呃 彩玉老师给大家画